福斯在T4国产化时 以60万元起的售价 成为台湾头家的热爱车款之一 来到今日 福斯商旅将豪华及安全配备 更上一层楼 推出全新的2020年式T6.1 Caravail 从外观来看 全新导入的LED头灯及日行灯 还延伸出凤眼的造型 搭配类CRV的宝杆设计 让整个车头看起来更年轻了一些 车侧及车尾则唯持30年如一日的方正外观 与过去没有太大的不同 驾驶座往豪华又迈进了一步 整体设计感就如同福斯轿车般容易上手 这次更多的平底方向盘 比起过去更有运动感 但驾驶座除了脚边之外 没有其他的制杯架 反倒是副驾驶可以一次喝两杯也不成问题 电动开启的侧门则相当好用 让小编忍不住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后排座椅多了小翅膀 比过去要来的舒适一点点 但对上同级的宾室FITO 还是稍前阳春的一些 第三排的座椅偏小 站长的身高坐进去勉强OK 好在方正的车型 让头部空间从头到尾都是一样宽敞 后车厢打开 如果是三排座椅的车型 还可以放一些行李 但如果你选择2223的配置 那后座打开连随身行李都不太好放 只能说前座舒适与行李箱空间无法兼得 另外原厂就付给你多足的挂钩 买台德制进口车来在R6远征比赛也是相当不错 更可以得定纯双座的版本 让你以最低的价格购入装备车 后车厢关起来则稍微重手 如果能有电动尾门会更便利一些 而这次最重要的就是将IQ Drive导入Caravail中 拥有ACC自动跟车 Front Assist 车前碰撞预警 车侧盲点系统 RTA 后方横向车流警示系统 成为同级车中唯一配备全速域ACC的商务用车 让工作到没日没夜的司机大哥 在行车上更安全做个HAPPY A问奖 HAPPY A问奖 你买回队去 这次T6.0 Caravail 与过去相同 统一采用2.0升波轮采用引擎 但动力对应不同车款只有不同的输出 除了E10L车款以外 其余都是使用DSG 7速双离合器变速箱 看到了吗?引擎隔一年 正常早上才试完了236万的320i都没有的东西 T6.1不用200万就送你 要推动这台重达2吨的旁人大物 在引擎及变速箱的搭配之下 百公里加速也能前进至10秒内 DSG的加持有如神柱啊 最重要的当然是价格 从入门的E10L 140.3万 E50L 169.8万 E99短周版的187.3万 E99L 190.8万 已经顶级的E99L 4Motion 210.8万 最便宜只需要187.3万 就能拥有完整的主被动安全 让你不管是载车下载道 或是载车家人出去玩 都能享受最完整的保护 而这次小改款后的价位 大致上都与过去相差不远 甚至在E10L比过去要便宜10多万 可以看得出来 福斯在商用车试图抢回龙头的野心 站长认为 有这样搭载高科技驾驶辅助系统的商用车款 出现在市场上 也会逼得竞争对手拿出更有诚意的配备来应战 让商务买家有更丰富的车款可以选 算是件好事吧 喜欢我的影片 请大家订阅频道 打开小铃铛 同时欢迎大家追踪站长的IG 里面有站长每天的动态 想要知道最新的二轮四轮情炮 请每天锁定我们的频道 每日更新哟 我是猛戏战亚兵 我们下回见